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者会现场警方全程戒备 甚至本家朋友还说 我们是欠钱不是欠命 这件事到底怎么回事呢 当然大家还非常关注的是 三加十一到底是不是 我们五月份记情失守的关键 也就是说三加十一 是不是我们的破口 想不到在今天 三加十一的专案报告 报告上写的是什么呢 我要逐字念一下 说三加十一是创造 台湾二次防疫奇迹 这是什么逻辑 好 我们刚才介绍 来到这边现场的来宾 要请到国民党立委洪孟凯 大家好 请到资认媒体员许晟梅 大家好 前民进党立委郭正亮 前新市警官高仁和 官好 大家好 这边开始官方带你来的关系是 这是黑道在向我们警方呛瞎吗 是黑道在挑戏警方吗 想不到分局长调任 竟然黑道用送葬白师 佛祖车来欢送他 还用无公正欢送他 这让署长震怒 署长说后面的老大 那我绝不放过 面对执法严格 黑白分明 甚至帮派挑衅 这一种事情 我坦荡无据 我们看到陈嘉欣震怒 其实不止陈嘉欣震怒 连我们内政部部长徐沃勇都特别难下 一个分局局长的调任 竟然黑道赶在这一天 用送葬队伍欢送他 而且据说本来这个送葬队伍 要直接走到分局里 这样太过了吧 全台湾分局长 每一年到两年就会有一些轮调 这个是常态也是必然 但是这一次的事件离谱的状况在于是 对 听说本来这个送队伍还要进入到这个分局里面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我想全台湾两千三百大都没有办法接受 现在就没办法接受了啦 对 可是这一件事情 我还是一样强调 就是说全台湾那么多分级场调论 为什么独独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第一 是不是过去到现在 逐东的这个黑道 相对来说是比较气焉嚣张的 但是再怎么嚣张 也不能太睡头上动土嘛 好 这摆明是向警方呛瞎嘛 这让我想到 据说那天你也在现场的 千只张狼晏 也是直接公然挑衅啊 对 其实观众朋友如果说还印象深刻的话 五月多的时候台北市有发生松山分局之乱 而当时松山分局之乱的后续就是 本来有几个黑衣人闯入到这个分局 来去做这个追打的动作 那后续呢 在那个五月多的时候 有一个餐厅的聚会 台北市的警察局长跟新北市警察局长也都在场 当时还有很多的名代 我也是受邀出席的其中之一 我问你现场有没有警察 现场其实很多警察 你们现场吃饭的那一天 那一天是我应该没有错的话 是台北市大安区的议警的联谊餐会 所以那一天不管是警察 甚至台北市新北市的局长 警察局局长还有包括台北市的议长 以及立法委员议员以及差不多五六十桌的议警 警察全部都在那个餐厅 都在现场跟坡千只蟑螂啊 对 所以当我们离开 当然我没有看到那个坡的画面 可是离开的时候看到有一些这一个员工 他们在做一个清理的时候 我们也觉得很纳闷 怎么会有那么多地上的这个小小黑黑的尸体 后来回到家看到报道之后才知道 哇 居然是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敢去泼这个千只蟑螂 那即便有心还是无意 但是面对到里面那么多的警察高层 以及我们民意代表 居然有人敢做这样的一个行为 这个不办不行啦 真的是觉得非常的离谱 好 那我们回到这一次 那这一次被欢送的这一位分局局长呢 靠北警察的在这个网路上 对他也满多靠北的 也就是说这个局长其实争议蛮大的 我们来看靠北他什么呢 所以到底局长本身是不是也有争议呢 他靠北什么我们来讲 第一个他说在他的任内 有十三个干部不是被逼走 就是被弃走 那为什么被逼走或被弃走呢 他说他动不动就随便惩罚人家 而且烤鸡乱打等等 他说将分局长对干部很差 对基层更差 好像底下的人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苛扣休假烂定评比 要要来 这是他第一个指控 第二个指控呢 他说他的警力运用很奇葩 帮派打架 如果有帮派打架 就把路检点改去堂口前面 一直站一直站一直站 当免费保全 然后都把警察当免费保全 那如果这个地方有发生车祸 尤其是A1车祸就是重大车祸 那就说是派出所防治不利 发生A1就是要 这些警察呢就要在那个地方呢 守灵守到过百日 那这个是蛮离谱的 他说把警察当人形立牌 更扯的是 他说如果你给他公文签给他 他批了之后他竟然还可以说 我批可可以的可 不代表我同意 我批可不代表同意 那批可的意思是什么 但真相如何我们也不知道 但我们回来讲 人和你感觉到过这种状态 有 就是他要走的时候 把这种状态放了这种状态 我说出来 我说出来你马上就反应回来了 我民国75年毕业 第二年76年 我那个年纪根本就不可能 到中三分局去报到的 是 不可能的 那是天下第一局 北投出了一个很有名的分局长 叫蒋炎远 蒋炎远他这个分局长 他把北投整个 把他扫光光 扫了 酒家 地下酒家一间就不给你开 那是北投整个所有的电动玩具 所有的八大行业 酒家 哀声怨气 气气得死 混一混得死 那他得知说蒋炎远要升官了 调到中三分局来 好 那炮人是 不像用白狮子在这里一扑 他是真的放鞭炮 红色的鞭炮 表示说 像榜 炮还是像榜 当地的特种行业的 还有当地的一些电动玩具的业者 放炮 换装 我们在蒋炎远 红局长终于走了 去中山了 一个中山 你知道我76年到中山报到 我们那一波都是二十几岁而已 根本就不可能下派出所 我们只能够服务一般的共同情侣 但是蒋炎远他就是 你只要你辖区里面 今天被开枪 晚上你就回来 回来报到 你的辖区 你怕你晚上去门开枪 怕你晚上去门唱 你这管区老警察你就回来 回到警备队去蹲着 那就派个像我们那种年轻人 下去派出所 所以那一波 所以爷爷老都掉糟糟 老的警察吓他 都被掉走了 都通通掉走 掉走一半以上 那蒋炎远他 很多人很讨厌他 可是你看到他 他就是穿一破西装裤 那个公家发的黑色的破皮鞋 穿了好几十年 很穷的一个分局长 那我们这一波年轻人到那边 很多老的很 杜烂我们这种 你们年轻人二十几岁 你们来做什么官戶 那时候我们跟老的有点分歧 就分两派 那当地的辖聚业者是听你老的 不听你年轻人的 不会听我们的 可是蒋炎远他就大刀阔斧 堵路就是堵路了 你就不要跟他关说 都不要跟他说有的没的 所以后来那些老的 有的乖乖的 就调到交通队去 调到别人的单位去 不敢跟他再长久待下来 那因为他的作风很强悍 后来他 你说你越讨厌他 他还调到台北市当督察长 但是我觉得他做得不错 对啊 喜欢他的人就觉得 他是一个很正派的人 你讨厌他的人就觉得说 他是一个探不到钱 然后万兜把人要探到钱 所以把人家砍掉的这种人 那然后我们看到这一次 是发生在竹东分局 对 陶竹苗 据说黑道是很飘悍的 那个陶竹苗 烘杯山 这没碰烘啦 我简单说 陶竹苗它有特别的习性 跟一般所在不同的地方 它有客家庄 它有眷村 它有一些海山 所以这几个 凝聚率都很强 那凝聚率强到 因为那属于比较乡下地方 我在文山二分局 民国八四年 八四五年的时候 我的学长两个人去 取定那个 在中立 取定一个那个 盗版的电影 两个人去而已 在那边被围住 被二十几个围住 不让他走 警察被围住 被围住 那个夜市 不让他带走 不让他带走 那时候我们学长也没行动电话 在那边怎么 就在那边僵持的 跟叶子僵持的 后来 人越聚越多 越聚越多 就请求当地人的分局 趕快先支援人 先控制现场 打中回来 我们文山二 我们又派我们自己的人 再去把他们接回来 一样把他们抢扣扣回来 那再来就是新竹 你记不记得2001年到2006年 那五年最恐怖 新竹人听到就是什么 歪歪车队 歪歪车队 很夭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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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歪歪车队真的 他就出门一出来 通通就是什么 棒子 西瓜刀 不是认识的人 他就看到你 不爽 跟你撲下去了 所以短短的几个月之内 一死多伤 被砍死的那个大学生 就是为了说 我连瞄都没瞄他们一眼 就硬生生被他们当场砍死 那后来警方有去取缔 取缔这些歪歪车队的时候 他们这段车队的人说 居然整个人 把你包围新竹界的西门盘出所 你不怕 不怕不打警 反而包你盘出所 包围派出所 对 所以警政署 那时候内政部还有刑事局 就想说哪有这么厉害的人 他就跟整 搜证了七个月 还请求海巡署 请求宪兵 请求当地警察 总共一次去找他逮捕 逮捕了二十几个 那讲逮捕之后他什么 这些歪歪车队还拿那个枪 逮捕的公居士去 打公务机关 打厚厚厚 打文化局 还要开枪给你挑衅 那这些都是风飞沙的角头 下面的一个车队 他是风飞沙底下的 是 所以他们这些 新竹当地的角头 都很凝聚性很强 而且很票悍 他根本就不管你这个 公家机关的 没给你看再来 那再来就是什么 因为这些 像发生这个事情 今天有 武隆武师 怕你去浪白塞 浪白塞 就是送葬 这些塞 他不怕你说我靠下来 你巡来的 那不知道 几行情就知道了 所以就是说 这个秦枝早就泄漏出去了 这个秦枝 为什么这些人知道 不然你怎么 我靠你来你就来 你验天使 走来就走来 哪有可能 江湖有红线 对 你可以呛警察 你不能动警察 对啊 你嘴巴讲一讲 有时候忍一忍就算了 那你看我在中山分局的第三年 我77年 78年那时候有一年 我们 我有两个学长 两个学长说自己跑到内湖 路一段那边的一个茶室去 去 内湖有茶室 内湖以前还在笑万华 内湖 他真的假的 真的有酒 我现在12点是没有店面在开 内湖以前有卡拉OK 有酒家有茶室 有茶室 茶室有茶室 有电动玩具线面也有 是喔 很老的 不夜城 东湖街 不夜城 很老的 夜宝开始就有酒窗了 所以我两个学长 自己去到那个茶室里面 已经知道这个通稀犯在里面了 是 结果一进去而已 被14个人围殴了 10个人围殴了 打警察 打警察 打到我们两个学长 一个椅子板凳的印子 印在这里 一个是鞋的鞋 印在这里 整身鞋 打到送医院 送到阳明医院去 送到医院也没电话 跟我们联系 从医院再打电话 到警察局来说 你们有两个警察 被人伤害之后送到警察局 送到医院来了 我那个 当时我的主管听到这个 真到一个不行 把我们这年轻的都抠回来 抠回来 抠回来十二个 都像我这种年纪二十 那时候二十几岁 抠回来说你们通通去 就是开四波支撤去 那我们以前在藤条紧棍 槍他就有带了 藤条紧棍 手还用那个交代 白白白鞍 怕紧棍就扭掉了 我们商店只是说 鞋 鞋就是要弄 再打 现场我们去 他们也拿球棒出来 我们现场就把八个人 打散在地上 这警察跟流氓 直接在现场打起来 我们有四部车十六个人 现场就把那八个人 都带回来 他们有十几个 跑掉几个的 那我们那两个学长 被他打成这样子了 我那个长官只讲一句话 不要把他打好戏 你怎么样 都把他给我带回来 所以我们那 我们十几个人去 就把那八个 硬生生的给抓回来 好 所以不管 主动警分局局长呢 是不是形势有争议 但公权力绝对不容挑战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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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他 是 感谢观看